我真的很感謝柯市長對我就是一直都非常的就是支持跟肯定跟理解 那有這麼這麼關心我 她的原文是妳幹的話 喔是是是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敢不敢的啦 我覺得說就是說有這麼多的人如果願意來支持我 然後幫我站台肯定我 那我覺得都是一件好的事情 不是一個正面的力量 那如果韓國瑜願意來我也沒有什麼不敢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說大家都想要肯定我支持我都要來幫我站台 那我當然是都樂觀其中 歡迎大家一起來幫我站台 小英總統啊韓國瑜啊柯文哲如果都要一起在台上為我站台 然後請大家支持我的話我都會非常開心跟感謝 因為大家有聽說就是民進黨有一張領域系職選立委 這樣可以把您跟黃國瑜一起算一下 有一點點 我確實最近就是在這個立法院跟議會就一直有在放風聲 有各式各樣的人來問我是不是要去選系職的立委 那我也是蠻訝異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消息 那據我的了解就是有心人 他就是可能想要一石二鳥 然後希望我去選系職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其實黨中央目前也沒有做這樣的規劃跟安排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就是捕風捉影 然後有心人刻意的操作 但是就我個人而言當然是會繼續留在那個南港 來努力的替大家爭取更多的權利這樣